大家好 土工的谣言满天飞 我们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西包子在东北搞了几天 待了三天 他不是在东北待一天 待三天 一直到第三天人到了北京 完了以后中央电视台 才姗姗来迟的 把他的新闻上了新闻联播 比李克强老师的深圳的考察 推迟了三天 人是同时出发的 结果推迟了 我们之前说过 这不对 不符合中国的宣传纪律 总书记还是总书记 总理就是总理 不可能说习主席在李总理的后面 然后我们又说过 跑到东北去 本来是想去访问朝鲜的 对吧 结果朝鲜这边出事了 最近的确有很多个事情 朝鲜这边的情况非常的不明当 大家都在观察 也许这一回金三邦真的是不行了 当然这些个话听一听就可以了 因为金三邦传说他死了好多遍了 就像中国传普京死了好多遍 整个西方世界也是这样的 结果还是没死 但是朝鲜最近的确情况不大一样 然后我们又说过说这个 在东北的时候 元老牌是不希望他去东北的 希望他去南方看一看 去香港看一看 去深圳看一看 然后改开搞一个南巡 既然自己要退休了 为下一任打点平台 打点基础 结果鸭孙子非得要去东北 所以搞得退休的老军头不高兴 一个叫做沈金斌的人 一个叫做好剑的将军 都是上将 要搞他 说是要给他布一个局 说这两个老东西呢 还是火箭军的 火箭军的退休领导 退休将军 要用火箭军看能不能给他搞个定点清除 但是火箭军这个东西啊 你需要有很精密的这个什么芯片 中国也没有 中国的火箭军也就是 就是啊 就那么就那么一点啊 调不动 所以呢 这个沈金斌和好剑 两位将军呢 也是功败垂成 没搞成 完了以后呢 说这个西包子呢 又要跑到这个朝鲜边上去看一看 本来是想去朝鲜的嘛 结果没去成嘛 然后说在这个朝鲜的这个 就什么江 屠民江是吧 我也不太知道啊 没去过 说在这边呢 要隔江瞭望 是不是 看朝鲜这边的社会主义的 纯粹的社会主义理论 能不能随着这个一阵风吹到中国来 完了以后呢 他来搞一场中国投资特别色的社会主义路线 要去看一看 难不住 非得要去 很多人就劝他不要去 说王国这个 丁学祥啊 然后什么呢 陈希啊 都劝他不要去 他非得要去 为什么劝他不要去呢 说这个 有情报刺探啊 说这个朝鲜呢 和这个中国边境呢 其实是一个战争的高发地带 下面有地道 有地雷战 有地道战 然后呢 然后图里面呢 还有地雷 密密麻麻的地雷 有地雷战 然后我们小时候都看过这个电影嘛 是不是 打到打日本鬼子 就有两个战术嘛 成功的打败了日本鬼子 一个是地道战 一个是地雷战 那地道战呢 真是挖的丝通巴达的地雷 我每次看那个地道战的时候 我说这里面要是谈 地道战啊 在里面要找一姑娘 在你谈恋爱个多好啊 你根本找不到我 是不是 等我一夜七四囊之后 你还找不到我 多舒服呀 怎么就变成那个战争的故事呢 是吧 地雷战就认识啊 密密麻麻的地雷 说不要他去 那西包子飞都要去 说没问题啊 说早就已经清除了 这个事他知道啊 说这个火箭军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就这种说法 所以各种摇摇于满天飞呗 所以说习主席差点遭遇地雷战 吓得个要死啊 所以呢就中途就停止了计划 休息了几天 就这么一个说法 还有说法说什么呢 说西包子根本就不知道 说所有人在骗他 希望他早点死 没有人喜欢他搞这个开倒车 包括他身边的人 什么丁学祥啊 陈希啊 什么这个刘鹤 都不喜欢他 只是不敢当面反对他 也就不拦着他 非得让他去 是吧 最后说这个事被江主席知道了 也被胡主席知道了 两个人联手给这个习主席身边的人 给习主席本人打两话 他说怎么说呢 要小心了 要小心了 朝鲜那个地方不安全 西包子没听进去 后来就给主事的 据说当地的军方打电话 说你们至于把这个事情搞成这样吗 也不知道是谁 是不是波西南 还是不是什么别的人 总归有人 要把这个西包子弄死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习主席不死 中国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没有别的办法 现在呢 我也同意有些人 为什么就坚定的认为 西包子一定会黏人 因为西包子这个人呢 他反复不长 性格非常的支柳 是吧 完了以后呢 不达魔力不把修 露气修子加油干 你跟他没道理可讲 是不是 我们所讲的什么七上八下呀 所谓邓小平理论 所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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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的路线 什么三角代表啊 和谐社会啊这些东西啊 虽然是一个狗藏毛的理论 但是也算是修菜 修菜是不是 那遇到习包子这种人 就是中国的传统老话呗 修菜遇到兵呗 有理说不清呗 是吧 你懂什么呀 是不是习主席他有自信呢 人家有资本自信的 当官当这么大是不是 中国有句话嘛 就大智如鱼 我跟你说 历史以后写习近平这个人的话 一定会用这个词的 看上去像个傻瓜 但是绝对脑瓜子好使 大只若鱼 是吧 有中国文化里面有这么一个词 就像我这个人暖用都没有 是吧 从小就不在地 我从小学开始就不在地 完了以后呢 自己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后来呢 还能养活自己了啊 比如我小时候 也不是小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快二十岁的时候 我们家就所有的亲戚里头 包括我爸我妈 就特别担心啊 说你这个人 这个人以后找不到媳妇了呀 我这有十八岁 知道吧 因为我姑姑 我姑父我就跑到家里了 大半夜的 开门开门开门 什么事儿 我爸妈都睡了 不行有个大事儿 我要跟你们商量 这这这这这 这这这小子 这十八岁了 你赶紧跟他找个媳妇 跟他说媒呀 他年纪大了 根本没人要啊 他找不到的 他太老实了 其实我十八岁 已经不老实了 知道吧 但十八岁还是初男啊 真的 就担心我找不到媳妇 没人要 结果没想到后来变成一个人渣 就是这样 是吧 大 所以有人就说 我这个人叫什么呢 就是大气晚成 也没成 也没成大气 有多大的牙签 那么大嘛 是不是 那席包子也是这样啊 大之若鱼 大气晚成 你说是不是 突然一标 就标到总书记 国家主义军委主席 这些个词以后都会要写他的啊 说习主席在在东北 非常的固执 一定要去朝鲜边境看一看 所以后来就被江主席就难住了啊 说不要把事情搞成这样嘛 何必呢 我们还是一个统一账号的战友啊 我们都是共产党党员啊 那就这种说法 最终叫停的这个地理战的布局 然后习包子就下了一身冷汗 然后中途就在当地休息了几天 又找了当地的几个小姑娘 就安慰了一下 然后才慢慢慢慢啊 去说不是坐飞机去的 是坐火车去的 火车也要走一点时间 虽然有快有高铁了 现在高铁不咋地啊 是不是 高铁的芯片都坏了呀 要是高铁撞上了怎么办呢 最后他们说是坐这个绿皮火车 慢悠悠的回来的 有点意思啊 怕死 怕到这个程度 江主席为什么要难呢 为什么不让这个地理战 把这个习主席给雷掉呢 江主席这个人是顾全大局的 上一次这个胡锦涛要搞周永康啊 周永康人家也是常委啊 是不是也是政法委书记常委啊 说兴起保定的这个军队啊 跑到这个东四那里 这把政法委的大员包围起来 要活捉周永康 是不是直接把他搞掉 结果呢江泽民这个人呢 就直接给胡锦涛打电话 也是一样的话 至于把事情走到这一步吗 至于搞成这样吗 我们还是统一账号的战友好吗 我们都是党的忠诚的党员呢 没有必要的啊 冷静一下行吧 劝胡锦涛 胡锦涛呢 没这事儿 就在这个当口 曾经红呢 就是指示这个周永康说你赶紧逃 走地下室有一个地道 然后周永康知道这个事情 知道有这么一个地道 但是他知道有很多个关口 每一个关口都有一个铁门把手 必须要有钥匙才行 他是不知道的 没有钥匙的 他说我没钥匙 我怎么走呢 你走就是了 自然会有人给你开门 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曾经红把他骂了一通啊 周永康这时候在带着几个心服啊 走地道彻离东四 彻离政法委的大院这样子啊 然后在暂时保护了自己的脑运 结果没想到 习包子上来直接把他拿下送进了秦城 说这个江主席到这个时候还在什么 隐忍啊 绝对是蛤蟆工绝对不是一般的工啊 你看他就是这样隐忍 绝对高手 一直没有发飙 眼睁睁看着周永康 他的最心腹的这个官员呢 被拿到秦城区 他也忍住了 这会儿又在忍啊 希望这个有些人不要把这个事情搞乱了 我们还是一个团结的党 不要把习主席用地内战把他给雷掉了啊 这不符合党的最根本的利益 不能这么搞 但是军方呢 有人呢的确是早就布局了啊 要搞他 说这个人呢 如果继续在台上 我们军队没有机会贪污了 没有钱赚了 那不行必须要搞死他 所以这些个谣言呢 就是说的真的跟假的似的 假的跟真的似的啊 但是他们有人说 为什么这个包子就会推迟上央时 这个东西怎么解释都解不通 就我这种造谣传谣的高手 简直堪比郭德纲的水平我都解释不通 真的解释不通 你是一个总书记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没有人说把你的总书记拿掉 你为什么你的这个出访的 这个出门考察的行动 要在李克强的后面 即便是元老派背后指挥 他也不能这么指挥 因为你嘛 你把西包子放在李克强后面 说明西包子真的不行了 说明党在分裂 这个东西对党的整体的形象 有百害无一例 对吧 是因为在这个东北朝鲜的边境 他要看一看差点死了 差点被暗杀了啊 差点被这个什么沈金斌老师和郝建老师 用地雷战的这个传统的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把他给没掉了 幸亏有人提醒的早 幸亏江主席顾全大局 否则就完蛋了啊 谢谢